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冬天的长白山是一片茫茫的临海雪原 花草都已经凋零 很多动物也都进入了冬眠 然而此时却是有些动物活跃的季节 其中一些平时很少见到的动物 这个时候就可能会看到 因为冬季深山食物匮乏 好多动物不得不走出山林觅食 它们在积雪上留下清晰的痕迹 内含丰富的信息 因而冬季也是很多科研工作者 开展林区动物调查的最佳事迹 近年来科研工作者发现 长白山中一些宾威动物的种群和数量 出现了明显上升 这引起了科研部门的关注 这些正在悄悄发生的变化 是如何出现的呢 这对整个长白山林区的生态 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地理中国考察组决定在初冬时分 跟随专家对长白山的生物状况 以及整个生态系统进行一次调查 队员来到长白山的时候是初冬季节 据当地人说 山区刚刚下了入冬第一场雪 此时气温相对较高 因而山下平原地区并未形成积雪 不过山上的积雪已经有一定的厚度 今年的话是属于气候比较特殊 平常来说这个地方的雪可以达到一米半左右 一米半 对可以达到一米半这个位置上 雪还算小的这么好 今年的雪是最小的 张电发 宁波大学教授 长期从事长白山地区水资源保护研究 专家解释 长白山冬季的雪量 随时间空间变化都会有所不同 专家解释 山间虽然只有一层宝雪 但是也标志着长白山的冬季正式来临 此时林间活跃的一些动物就有可能出现 进入人们的视野 多项研究和数据表明 长白山的动物 是我国北方动物的典型代表和精华所在 长白山植被垂直变化明显 有多个种类的垂直带 这些丰富多彩的生境之中 有着纷繁复杂的动植物资源 在冬季的林区 队员就有可能与一些兽类不期而遇 长白山捕育了非常完整的兽类群落 大稻东北虎这样的顶级捕食者 小稻松鼠这样的镊齿动物 都有可能在林海雪原之中出现 如此丰富的动物种类 队员在哪儿能看到它们的身影呢 专家提醒队员 冬季山林间天寒地冻 动物获取食物和饮水更加困难 而那些并未冰封的水源地 应该就是动物经常光顾的地方 队员不禁产生疑问 此时已是初冬 长白山林区的气温 早已降至零热十度以下 众多的河湖泉沼也早已结冰 哪里会有还未封冻的水源地呢 当地人告诉队员 在冬季千里冰封的长白山 确实真有永不风冻的河流 这些河流就隐藏在林区之中 它们成为动物们赖以为生的水源地 那么在长白山冬季的严寒之下 这些河流为何流淌不息呢 当地人告诉队员 在距长白山天池不远的地方 就有一处这样的河流 严寒之下 这里的河流不仅不会上洞 而且经常是一片武武器蒸腾 形成大片的武武松景观 如梦似幻 就像是仙境一般 受到众多摄影爱好者的推崇 这个地方就是魔戒 队员查阅地图 发现当地还真有一个叫魔戒的地方 它就位于长白山天池以北 三十多千米处的安徒县 二道白河镇 跟随当地摄影爱好者 队员来到晨曦中的二道白河边 这怎么这么多车呀 虽然此时天刚亮 但是河边的道路 早已被各种车辆 堵得水泄不通 向导告诉队员 武松一般在天刚亮的时候会出现 而在天晋中午的时候消失 所以武松的最佳观赏时机 就在太阳出生之时 我看现在这这么早 已经有不少人了 已经有很多人 此时阳光还没有照到河边 但是河面上阴晕的水气 已经将这里渲染得如同仙境一般 河中散落着一层层枯草 还有不少朽木掺杂其间 但是被洁白晶莹的松花布满以后 了无生气的枯草 朽木却如同运树穷花 伴随着水屋的飘散 真如同神话中的摇池一般 众多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 纷纷举起相机 留下这美好的瞬间 测过来 挺漂亮的 很有仙气 感觉像仙境一样 就是它有这个 底下这个水是热的 这个雾松 然后就显得很好看 水面飘散的水气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河水应该是温热的 那么这里的河水 真的是热的吗 水气蒸腾了 我们一定要量一下 水里的温度怎么样 小心点啊 这个就是冰了 这里可以 朱老师 我们来量一下这个水的温度 这个温度的话 现在是2.2度 出乎队员的预料 河水并非是热水 而是接近零摄氏度的冷水 那么为什么冷水 会形成水气阴暈的景象呢 张电发解释说 形成雾松的水气 是由于河面的水蒸气 预冷凝结而成 虽然河水温度并不高 但是此时气温 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 河水水温相对于气温来说 并不低 因而会产生水污 进而凝结成雾松 那么为何二道白河 到了如此寒冷的季节 依然能保持河水的灵动呢 顺着河水 对源向上游探索 在一处河岸边 发现了大量的泉沿 它这个水量还是很大的 水量非常大 对 在这儿的温度大概是多少 我们现在就马上测一下 它这个水温 好 现在应该稳定 稳定了 稳定了 差不多稳定 6.5 对 你看这水温现在是6.5度 PI气值现在是7.63 这个地方叫做七星泉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 有七个泉都在这里冲漏了 因为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 是玄武岩台地的一个边缘 实际上就是这个火山 长白山的火山喷发的时候 它产生了这样的溶浆 溶浆就是从那个山顶上 向下慢慢地这样流淌 那么流淌基本上就是流淌到我们这个地方 就达到了一个边界 实际上玄武岩里边 这个孔系和裂系 它形成了一个非常丰富的 相互连同的三维的一个渗水的一个空间 因为玄武岩呢 它这个岩层厚度很大 然后呢 它面积分布又广 所以长白山这个玄武岩 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地下水库 专家告诉队员 地下水受地表温度影响较小 所以在冬季喷涌而出的时候 依然保持零测十度以上 而且玄武岩有很强的顾虑作用 使得这一带的泉水十分纯净 甘甜 完全可以成为冬季里林间动物的水源地 那么二道白河周围邻居 是否有很多动物聚集呢 在林间 专家发现一处兽道 开始布设红外相机 布放的高度大概也就是五十厘米左右就可以 高五十厘米 朴正吉 长白山科学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常年从事长白山地区的动植物调研工作 经过几天 队员再次返回布设相机的山林 早开产 这个几天以后 它能看到能拍到什么动物 这个小型动物就没有出现了 这什么 这我们刚才播放的时候 刚才那个是个雕是吧 零 雕 紫雕 还有黄猴雕 队员发现在红外相机拍摄的视频中 多次出现紫雕 黄猴雕 狗欢等又颗动物 与此同时队员还发现 林间有松鼠 马鹿 桃子等其他动物 林区的生物多样性可见一斑 在不动河附近 队员果然发现了野生动物的踪迹 从红外相机的影像来看 冬季的长白山有如此多的动物活跃期间 果真是生机勃勃 专家告诉队员 形成不动河的原因有很多种 除了像魔戒这样因为有鼓鼓流淌的泉水 其他还有比如温泉出路 河水流速快 水量大等多种成因 所以长白山林区的不动河有很多 它们在漫长的冬季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基本的饮水保证 除了稳定清洁的水源 山间动物在寒冷的冬季拥有 抵御严寒的栖身之所也非常重要 这时向导说 长白山林区有不少山洞 曾经有人就在这些洞口附近发现过动物们活动的踪迹 考察组决定选择一处洞穴进行一番探查 专家告诉队员 在亿万年以来的地质年代里 长白山地区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迁 根据多年以来的地质研究结论 可以判定长白山的形成 主要是由于地质历史上的火山喷发和冰川作用 以火山岩为主要构成的长白山地区 会不会有较大规模的山洞呢 队员听说 就在二道白河镇东北 约72千米处 河龙市有一个中青沟 据说 其间就有一处规模较大的山洞 由于山洞附近遍布白石 被当地人称作白石洞 当地相传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山洞成为抗联战士的藏身之处 借以与日军开展武装斗争 据说 里面能容下几百人 如此大规模的山洞 完全可能成为冬日野生动物的清新之处 队员跟随向导来到中青沟 据说 白石洞就在沟里的密林深处 这个车打滑现在上不去了 咱们车都得要下雪了 都下雪了 这个冰特别滑啊 张老师啊 好好 那是徐老师看点啊 好好好 我往雪上走 往雪上走 不能往前走 不要踩到冰 踩到雪上 不知道哪里来的水 将整个山路进没 还冻成了冰面 此刻刚刚入冬 冰面上还有一层冰水混合物 使得冰面更为光滑 由于山路路面较陡 人在路面上根本无法站立 队员只能靠着路边 向山上蹒跚而行 慢慢走 不要包抵 此时 打前站的摄影师 为了走到山路对面 只能在冰面上匍匐前进 来来 我拉你吧 我拉你吧 你能从这儿走 你能从这儿走 这边一条大 那那个大哥让那个大哥往上走 这儿有边 这儿也别踩着 这儿也别踩着 这儿可以 太滑了 好的 为了能进一步确定白石洞的位置 队员决定将无人机升空 探寻白石洞的具体方位 看看我们这个航拍能不能找到这个洞 我现在飞得太高了 这个洞应该在这半山腰上吧 对 在半山腰上 那么我们现在看的话 这个植被非常茂密 那么我们大致上的话 判断它应该是在这个 不会在山顶上 也不会在这个山的后坡 冬季的山林夜已落尽 一览无余 专家认为 当地人所说的白石洞 应该就在半山腰的林木茂密之处 这样的山洞隐蔽性强 极有可能被动物选作巢穴 跟随向导的脚步 队员爬到了半山腰 还有多远 这远了 往上看吧 这个位置 这 没看见洞 没看见洞 到我身上就看到了 这个洞我要不走进了 看我都不知道这是个洞 这个洞可太小了 里面大 里面大 谢谢 队员在洞口做好充分准备 接下来就要跟随向导 进入洞穴探寻 我老头你看我 我怎么走就怎么走 春天又木头 洞口非常狭窄 锦能龙应人通过 进入洞 让他走 我的安全帽 肯定会扣到脑 蹲着走 那我也进去 哎呀 这里挺暖和 可以进来了 一进洞口 队员就感到一股暖意 与外界比起来 这里就像是开了暖风一般 不过 洞穴并未像传言所说那样空间开阔 而是一条仅容一人蹲行的隧道 在前行的过程中 队员听到前方 发出一声较大的声响 刚才哭通一声 有一个欢的 它这底下是一个地道 小心一点 是欢的 到了一个洞 对 欢的洞 这个洞里边这个是空的 这里边还挺宽敞 你可以从这里边拍一下 踩下去了 对 把这个欢的洞都踩 踩空了 您从这个角度往这里边拍 你发现空间还挺大的 它这个里头怎么会有土呢 这个土的话实际上是上边 我们看这个岩石有一些裂缝 那么裂缝的话 上面这个降水的时候 它把上边这个水 把这些上边一些风化的土壤的话 是带到这下面来的 带到下面来的话 这个水流出去了之后 这个土就追接在这里 洞中出现了欢子洞 这让队员们兴奋起来 这个洞还真的是动物的一个栖息地 那么此刻会不会就有动物 隐居在里面呢 队员搜寻了整个洞厅 并未发现欢子的其他踪迹 而且在进一步的考察中 队员发现 身处的洞厅高度在三米左右 面积仅为十平方米左右 它并非像传说所述 能容纳二三百人 仅十个人在洞中 已经显得非常拥挤 专家分析 如果真的如当地传说所言 白石洞的深处应该含有洞穴 仔细搜寻 队员终于在洞厅的一处隐蔽的石缝中 找到了仅能容一人爬行而过的通道 注意安全 爬呀 继续走 此处水气更加丰沛 地面也变得十分湿滑 还能往前走是吗 还能走 还能走 这个时候就小心了 这是 这看出了动物的脚印了 有动物的脚印吗 对 这应该是换的 真有的 对 你看这个 动物的脚印 比较密集 那意思就是 可以想象 这里已经成为了一个冬季动物躲避风寒的温暖避风港 那么 队员继续前行的话 会不会与这些动物相遇呢 最前面这块应该是比较好 好 能伸他腰 能伸他腰 只要是伸他腰吧 先伸他腰再说 终于能直腰了 吃不起腰了 张老师 地层这种 再来有片蝗 你安静点上有个蝗蝗 小心点 别动啊 还长毛了呢 是蝗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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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这个绍过来 这种蝗蝗的 我估计可能死了 一个蝗蝗 一个蝗下面 底下还有一个蝗蝗 底下 那个 大的小的 小的 什么洞上来 多大多大 多大 这么大 什么啥玩意儿 这个这个 蜘蛛吗 不是蜘蛛 那个造马 旅员看到 白石洞中 有一些常见的洞穴生物 包括蝙蝠 造马 但始终没有看到 欢子的踪影 前面还能走吗 走不走 也就走到这儿了 前面再过不了 过不去了是吧 我马上再走走 看吧 这个位置 我看这意思 不继续悬了 就在向导 在前方寻找去路的时候 队员发现 洞穴顶部不仅平坦 上面还坠满了许多 盖滑沉积物 我们看见这个很平坦这样的地方 这个地方可能就曾经受过这样的 后期构造运动形成的几里面 北方的碳酸岩这个地方就比较少 特别是我们东北长白山地区 这个碳酸岩很少 所以形成额管的话 它要求非常严格的温度 湿度 张电发教授认为 长白山北路 以火山岩为主的地质环境中 有如此规模的地下溶洞 实属难得 这些漂亮的盖滑沉积物说明 溶洞中的环境相对稳定 正在这时 队员发现 向导不见了 石代哥 石代哥 你回哪了 里边还侧身是吧 我问你看路了 远不远 身吗 还行 里边有木头 以前有暗河的遗迹 走 咱们过去看看吧 走 走 暗河呢 张老师 注意讲一下 张老师 怎么打 好 好 好 我过去看一眼 这个现在又好像 又来到一个洞厅的感觉 对 对 对 你看 这里都帮助这 多少人吧 好几个探探 队员看到 此处是一个面积较大的洞厅 洞厅的尽头是两条岔洞 队员决定逐个考察 其中的一条支洞比较狭窄 洞的尽头被泥沙淹没 无法通过 我怎么感觉到喘气费劲了 要不我们点一下蜡烛 看看这个缺不缺氧 火苗不大了 这个火苗往这边 出的地方 说明从这边还是来一点风 还是 还是有出口 嗯 里面还是有出口 只不过人不能进去 人过不去了 人过不去了 但是 对 这个只要一发水 这泥进来以后 它这个慢慢增高 我估计 这只能是回去了 看看那边 看看 那边那个路 那边那个路可以走吗 看看看看 看看能走到哪 放到哪 对 放到哪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队员猜测 一直没有看到的环子 极有可能是钻到了 这些小的洞穴中了 但是前方对人来说 已经无法通行 在现有条件下 队员无法判断 前方的洞穴 到底通向哪里 这两边的洞都已经被落石给堵住了 咱们现在也不知道 其实这个洞具体到底有多深 因为那边 再往前走就不安全 对 感觉那边的洞 天气还挺大的 但是确实不能往前再走了 两处之洞分别由于 他方和泥沙被阻断 队员没有找到其他之洞 不得不从原路返回 通过探洞 队员发现 白石洞是长白山地区 比较少见的溶洞 这处溶洞的规模较大 由多个支洞和洞厅组成 考察队在洞中发现了 多种岩石半生的现象 也证明溶洞的形成 可能与火山也有一定的关联 专家告诉队员 虽然队员在洞中 并未看到动物本身 但是通过众多的痕迹 可以证实 这里确实是一些动物的 棲居之所 冬季的长白山 虽然是冰天雪地 但是山林间的山洞 树洞甚至雪洞 都能为动物所利用 皆以作为躲避风寒的巢穴 但也有一些动物 并没有固定的巢穴 更难以观测和研究 比如文明霞尔的紫雕 由于这种动物极度宾威 来无影 去无踪 引发了人们极大的关注 那么冬季的长白山 密林深处 队员能否有幸看到 紫雕的踪迹呢 紫雕曾经分布于 我国东北和新疆北部的 大部分地区 但后来因为各种原因 在东北的很多邻居 紫雕已经销声匿迹多年了 如今野生紫雕是受 国家严格保护的宾威动物 数量非常稀少 不过最近几年 在长白山北路的一个区域 人们在冬季经常会看到 他们的身影 这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在我们明天的节目里 我们将跟您一起去寻找答案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郑彤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